小小总,不好了,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游乐场项目出事了 不是刚刚开工吗 能出什么事 今天刚刚开工 就突然出现了好大自身市这片土地上 以前的居民 都有一百多人 他们因为拆减款的事情过来闹事呢 什么 拆减款 拆减款不是都赔付了吗 我不知道啊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老百姓 不仅拆了我们的建筑 还动手打人呢 他们要多少钱 要五个亿 五个亿 五个亿疯啊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猜他们根本的目的就不受了赔偿款 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安排人故意找事 不让我们施工的 是谁故意安排的呢 不知道啊 他们有个领头的 说是要协商 就让我们的负责人去协商 那不就是我吗 他不要协商吗 可以 让他领头的来见我 我倒要看看 什么人这么大胆 他们说必须在他们的地方协商 小小总 要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林先生吧 让他出来商量解决会不会好一些 先不用 他最近很忙 让他好好休息 我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的 那我跟您去吧 走 你好 你们老板是在这吧 我们游乐场的负责人到了 小小小姐是吧 您请进 老板工作多时了 你等一下 你不能进 我为什么不能进 他们领导有要事相伤 你进去干啥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 不行 我就要跟着小小总进去 行了 按他们规矩来 你等于等我 那你要是有危险怎么办 光天化日的 能有什么危险 好 那您请进吧 喂林先生 游乐场项目出事了 现在小小总正在和别人谈怕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小小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赶过去 好 我就去把位置发给您 你好 我是游乐场项目的负责人 请问您找来协商什么 你好 我们游乐场合理合法的是吗 您为什么要找不到什么 这样多有意思 要不 你也不会来呀 你是谁 小小 这才几天不见 你就不认识我了 吴坤 是你 对啊 我的小业同学 我的女神 你今天能来这里 非常不行 吴坤 原来这些都是你干的 外面那些闹事是你找的 不然呢 你认为谁会对你的项目这么感兴趣 吴坤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冤无仇 上次在天龙酒店你们让我丢进来 你说无冤无仇就无冤无仇 但是你自己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不会是我的女神呀 说话这么直接 不要这么大个圈子叫我来 有句话你就直说吧 小小 我要让你明白 我不是林家的林天 吴家的吴小辉 我胡昆在整个京南市没人来期 我要让你跟你老公明白 在整个京南市 是龙你的我看 是虎你的我 再说了 谁是龙还不一定 吴坤 你幼不幼稚 你年龄心情不想着怎么发展自己 整个星辉为邪道你有意思呗 你在教育我 我没有在教育你 我只是对你的邪魔感到不耻 小小 在整个京南市没人反跟我这么住 要是换做其他人 我早就把他大卸八块了 行 你还有事吗 没说事我先走了 哎小小 别走呀 你今天好不容易来 我能这么让你走 变态 啊 小小 林峰又不在 能光上世界不好 你有病吧 把你放开 我当然不能放 我好不容易把你约出来 我能就这么放手 过来吧你 吴坤 要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救命 别喊 你的小跟班都自身难保 别吵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你 你 你冷静他 你不要胡来 让我老公知道了不会崩溃你的 我就要看看他有多大年人 能把我 是冷风先生 你惹不起 什么冷风先生我不管 我现在要的就是你 救命啊 你不着 林峰 你好大的胆子啊 林峰 你来的 来的 给我把林峰揍一个 你使劲喊啊 你那些废物手下 现在应该都在地上躺了吧 老五 同弟 你说这个王八蛋怎么处理 要死要活 你给你换 我看我死了 我会不停 好 你们小心别把血溅到你们身上 林峰 你可不能打我 我是胡尚 我爸是胡氏集团的总裁 我小叔是胡氏集团董事长胡一 等会儿老五 你说你小叔是谁 怎么了 怕了 我小叔是京南市首富胡一 你就是胡一的好大职 胡一就是你的后台啊 林峰 在整个京南市 没有人比我小叔更有天 你要敢动我 我小叔胡一饶不了你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不动我 算你小子实效 我们胡氏集团 胡氏谁都敢说 我是不动你 我给你小叔打电话 我让他来收拾你 你能命令我小叔 你忘了 前两天在天龙酒店 你爸是怎么提醒你的 我爸是我爸 我小叔是我小叔 我小叔是京南市最有钱的人 好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人脉有人 千万有天 我知道你林峰有点本事 但是和我小叔比 你还差得远呢 喂 林先生 我现在命令你 半个小时之内 到你大侄子胡坤的办公室 怎么了 林先生 胡坤是惹什么祸了吗 让你来 你就来哪弄的废话 是 现在就过去 你真有我小叔的电话 我不但有你小叔电话 我还能让他立刻过来 我不动手 我让他打死 行了 行了 你可能不知道 我小叔是什么人 他在京南市 可是呼呼风唤的 就凭你 也配给他打电话 风弟 你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让我把他弄死 急什么 我们自己动手多不解气 让他们自己家人动手 看着才过来 行 风弟 修你了 你们俩呀 弄得可真的一样 等会我小叔不来 你就傻眼 你放心吧 他不敢 行 我就要看看你 怎么调动京南首富 一个小小的京南首富 在我眼里 我都不信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对了 我要告诉你 今天你给我打死 改天我就要弄死 林先生 出什么事儿了 还行 没迟到 这 到底是什么情况 问问你的好大纸 大上楼上 小叔 他真的把你叫来了 这混蛋 是不是招惹林先生了 小叔 我没招惹他 是他先招惹我的 你怎么招惹林先生的 一无一失跟我说 还是我说吗 对不起 林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犯 他把我老婆骗过来 企图侮辱 强奸无劳 你说 他该死多少次 我还唱东西 这种事你怎么干得出来 你给我让 你知道林先生是谁吗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小叔 在九南市 还有人跟你厉害吗 林先生 十个我家一块都不抵林先生 十年之一 可能 他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 怎么用得这么大能力 你给我跪下 林先生放开 我 我 我让你跪下 林先生 对不起 我不该告诉你 承你原谅我 你惹的是我吗 你问问我老婆 晓晓 是不是你跟林先生说说 我再也不敢碰你了 滚开 看见你又恶心 晓晓 你看到我们同学你吵了不是 你饶了我吧 混蛋 晓晓 听到了没 我老婆 放手 个败 这混蛋可挡着你的名号干 看来胡贵长 今天男女